你怎么不走啊 某人好像 对叫自己弟弟的人 都格外地好 我会得叫我哥的人更好 这样一个 怎么了 怎么不走了 你又这样了 李学 你不是一个人啊现在 你和我得沟通 明白 走吧 去哪儿 沟通啊 回家慢慢沟通 他爸想涉足科技产业领域 想投资我 那这是好事啊 为什么不答应啊 来 来 公主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地方是哪里 哪儿啊 能不能好好聊天啊 能不能好好聊天啊 我最喜欢你的地方 就是心里想的事 怎么也想不到点子上 你看啊 你什么事情都想走出现 一是一二十二 就像跟别人签了契约一样 那你知道吗 那你知道吗 现在按照契约做事的人 真的很少 你和那个负义卓还挺像的 像吗 像 我们小时候更像 我人生第一笔大手辱 就是从她那儿找完 那时候我高三 她有一场很重要的考试 我替她去了 全科满分 她给我一千块钱 这么多 可惜经验不足 别抓包了 高中会考那会儿 她爸还威胁她 说要是拿不到毕业证的话 以后就别跳舞了 后面的事你也都知道了 就因为那次跟你妈帮上点交情 那也是我第一次见你 透过你们家窗户 看见屋里挂了好多气球 菜条 大家有说有笑的 围着你 你 起蛋糕 挺像一童话世界的 说是投资 就是想找一个董行 又好控制的人 给他盯摊吧 那你还是别去了 你真可爱 还生气吗 看我说那么多话 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这不叫浪费时间 这叫沟通 沟通啊 我等会儿不送你回去了 今晚要出去一趟 你去干吗 听你白痴安白吼啊 你觉得他脑子不太行吗 而且没什么自理能力 干吗 嗯 你不是说沟通吗 你轮到自己这儿的西子如今呢 我发现一个规律啊 什么规律啊 某人好像对叫自己弟弟的人 都格外地好 我也发现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啊 我会得叫我哥的人更好 我觉得这样的规律啊 你怎么会是这样的啊 我做了一件 我看了一件 我看了一件 你做了一件 你做了一件 我看了一件 我看了一件 你做了一件 我看了一件 不听一件